請起立 走 請坐 我們民政府的長官 還有我們的幹部 各位學員大家早 我叫李兆啟木子李 今天的課表都有寫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就是 農業 如果說講有機農業 我認為這個範圍會太狹窄 所以說 因為我們生存在台灣 就是靠這塊土地 來土生土長 人的肉體 都是從地裡面來 包括我們所有的植物 所以說 我們要珍惜這一塊土地 為什麼要珍惜這一塊土地呢 因為我們在這邊生存 我們在這邊 就是說 成家立業 我們在這邊繁衍或下一代 所以說 這塊土地 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說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 其實 不只是有機農業 而且是講很廣泛的 包括我們的 土壤 肥料 還有我們的食物 因為食物影響我們的健康 當你有一塊好的土壤的時候 你就可以種出一個非常有營養的東西 因為 五十年來 台灣的這個 五六十年來 台灣這塊土壤 土地 所有工作的土壤 都是一直在沿用著這個化學肥料 所以說 因為它的方便 取得方便 而且可以提高這個產量 所以說 廣泛的被這個 世人 世界所有的農業在用 最近 最近幾年 因為這個 大量使用 化學肥料之後 很多專家 學者 就在不斷的研究 因為過量的使用這個化學肥料 造成這個土壤的酸化 很多營養都不見了 不是說 因為我們使用化學肥料 我們的營養不見 是因為我們 只有使用 少數幾種的元素 比如說 我們一般看得到就是 蛋靈甲 蛋靈甲是三藥素 三藥素 施放之後 變成一個什麼現象 就是說 土壤的失衡 土壤的失衡 造成什麼原因呢 現象 就第一個現象 就是說 我們種的菜 第一個 缺乏營養 第二個 就是說 當我們要 使用這塊土壤的時候 比如說 我們的下一代也好 現代的人也好 因為這個土壤已經 經過這麼多年的 使用這個化學肥料 產生一個問題就是說 種了蔬菜 第一個 種不好 種不好就是生病嘛 蟲害嚴重嘛 那就會大量的使用農藥 當在農藥使用過量的時候 產生一個現象 就是說 第一個 生態破壞 很多好的 本來這個是 這個環境 就是用配合好的東西 不好意思 這個環境 本來就是一個很 自然 一個很 很正常的循環 當你使用過量的農藥的時候 產生一個問題就是什麼 很多的 好的蟲 給我們殺死了 很多好的蟲給我們殺死了 很多有益的菌不見了 因為農藥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 殺蟲劑 殺蟲劑 殺蟲劑就是殺死害蟲的 第二種農藥是什麼 殺菌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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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菌劑 這個殺菌劑的作用在什麼 做什麼作用呢 第一個 當這塊土壤 產生問題的時候 什麼問題 就是 我們的作物種不起來的時候 這個作物就會生病 當這個作物生病的時候 一定要用農藥 農藥這個殺菌劑 分成三種重金屬 第一個就是鑫 第二個猛 第三個是銅 所以說一般你們在市面上 買到很多人這個水果 表皮上面 有一點白白的 乳黃色的 那就是鑫 還有一種是說 你如果說你買那個西瓜 有沒有 你看到外表 有一點綠綠的 那個就銅 所以說台灣 亞熱帶地區 病蟲害非常嚴重 所以說我們是世界上用農藥 第二高的國家 地區啦 就是世界上第二高的地區 所以說 我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我們包 不只是有機農業 包羅萬象 因為這農業的東西 稱之什麼 就是大家的健康 大家的生命 就是靠這塊土壤來維持 那殺蟲劑呢 很多 殺蟲劑很多 當這塊土壤 已經產生了問題 我剛剛講的殺菌劑用得多 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個就是說 不好意思 這個殺蟲劑 殺蟲劑最主要就是說 當這塊土壤 出了問題 種了才自然就不理想 因為它缺乏了 該有的營養 所以說蟲害特別嚴重 因為我們是屬於一個 就是溫代國家 亞熱代國家 病蟲害非常嚴重 當這個 蟲害這個蟲給你殺死之後 抑蟲也是跟著死啊 這個叫惡性循環 那如何挽回再開土壤呢 如果挽回再開土壤 第一個就是要 食用那個 這個 有機肥 那有機肥從哪裡來呢 當然啦 現在我們的觀念就是怎麼樣 第一個 農會有補助 大部分現在耕作的人 也就是靠農會來補助 因為農民的收入 可以說非常的聲音 非常的微薄 所以說 大家都使用這個 農會補助的肥料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取得方便 很少人都自製堆肥 它取得方便 然後呢 這個肥料沒有人想過說 我使用這個肥料 到底對這個土壤 對這個植物有沒有幫助 沒有人去考慮過 很多專家學者就講 就是說 當我們使用這個 有機肥的時候 它有兩個現象會產生 第一個 這個 有機肥 是不是符合我們植物需要 這個有機肥有沒有這個營養價值 沒有人去思考 沒有人去思考 也沒有人去研究 所以說造成現在很多人就是說 他們種有機的人 變成一種現象 就是說 我只要不施化學肥料 我只要不放這個 不施用的農藥 我種出來的東西就是有機的 所以說 極限在這個框框 很多人是為了認證而去做有機 做有機的目的就是說 我只要貼到這個認證 我在市場就是 暢銷無遺 這個是很錯誤的觀念 台灣這個有機來講的話 就是極限在這個框框 大家吃不到 真正營養的東西 真正營養的東西在哪裡呢 那我們想想看 以前我們小的時候 那個佐水溪的米非常的有名 西螺的西瓜非常的有名 阿里山茶非常有名 梨山的高麗菜很有名 為什麼 它又很好吃 西螺的米香又Q 它絕對不是像現在的改良品種 以前的佐水米非常好吃 有名的原因在哪裡 以前的梨山高麗菜 很好吃又脆又甜 它的原因在哪裡 不是因為它高海拔 阿里山的茶 為什麼響意國外 國內外 因為它泡出來的茶 有一種特殊的香味 那現在呢 現在阿里山的茶 泡出來根本就沒有什麼香味 現在也沒有佐水米 也沒有梨山的高麗菜 原因在哪裡 因為過度的耕作 過度的耕作 過度的耕作 不是產生這個 蔬菜跟這個米 不好吃 是因為 大量的把這個營養吸走了 沒有在補充 那我剛剛為什麼講這個 螺水米跟阿里山的高麗菜 那個阿里山的茶跟梨山的高麗菜 包括現在的三星蔥 有名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每年 以前這個 這個防洪測措施沒有做得很好的時候 是不是會氾濫 這所有氾濫的東西在哪裡 中央山脈森林裡面 沖刷下來的樹枝跟樹葉 樹枝跟樹葉 原始的土壤就是 這麼豐富 那為什麼要靠樹枝跟樹葉呢 因為樹根阿 生在地裡邊阿 差不多一兩米 他把所有的營養都抽上來 然後 在這個枝幹上面 在這個葉子上面 當這個枝幹老化了 這個葉子黃了 掉下來了 那是最豐富 最營養的肥料 所以說 台灣 的有機農業做得非常可憐 為什麼 學術機構 就是照本宣科 沒有一個人去深入的研究 所以說 我們花那麼多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買這個 有機蔬菜的習慣 當然我本身也是中了十幾年的有機蔬菜 我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說 這個去年我看到一個報導 那個是美國的一個史丹佛大學 他們所做的研究 然後現在的有機蔬菜 跟一般的蔬菜 營養價值 差不多 我們買有機蔬菜 不是買的 就是說這個東西 是沒有化學肥料 沒有農藥 我才要去買 這個是錯誤的想法 這個是錯誤的想法 我們吃有機的東西 就要吃到它的營養價值 很多人 很多醫生 學者專家 說食物就是藥 當你營養過的話 你身體的免疫力就會增強 當你營養失衡的時候 你毛病就來 很多人不知道 他身體缺乏了很多的元素 因為土壤裡面 有含有200多種微量元素 主要元素就是 剛剛我講的蛋連甲 台灣普遍的農業 90%的農業 現在還是用這個蛋連甲 化學肥料 造成我們現在的東西 這個 所種出來的東西 第一個 請問大家 有沒有 最近有沒有吃香蕉 什麼叫香蕉 它會香嘛 那你現在吃的香蕉有沒有香 沒有香嘛 因為微量元素沒有了 那個有一種瓜叫香瓜 但是很香不甜 沒有人知道什麼原因 因為它已經缺乏了很多營養元素 你們花那麼多錢 去市場 買一個漂漂亮的蔬菜回來 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蔬菜 能夠提供你多少營養 然後 1950年的時候 美國的這個 德克薩斯大學 他所做的一個研究 他用這個 青花菜 1950年開始研究到2003年的時候 每一公克的這個青花菜 1950年的時候 在測的時候 在萃起的時候 它有12.9毫克的這個鈣 到2003年的時候 經過53年 那個鈣剩下4.4毫克 什麼原因 你拿走了很 就是50年來 你在這個 從這塊土壤 拿走了很多的東西 沒有去補充 光靠這個蛋鈴甲 台灣做這個協助機構幾乎沒有 因為畢竟美國的人才比較多 集很多的 經營在那邊 所以說他們的經費充足 人才也多 所以說很多東西 我們在台灣是看不到的 跟我們生命息息相關的 就是農業 我們 不得不了解 當我們吃這一碗飯的時候 當我們夾這一塊 這個 這個蔬菜來吃的時候 你沒有考慮過 你沒有考慮過 我們吃下去的飯 我們吃了這個蔬菜 是不是有撐飽肚子而已 撐飽肚子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除了沒有營養之外 這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農藥在那裡面 你們了解嗎 不了解 生病很簡單 有健保 看醫生 我去的也看到一個報導 現在很多這個 老人痴呆症 老人痴呆症 老人痴呆症很多醫生啊 很多醫學界的人 在一直在研究 欸 他說我們的腦的什麼蛋白質病變 在台灣我看過這個 這種 這種 這種報導 其實真正的原因 造成老人痴呆症的原因 在哪裡 因為我們吃了太多的重金屬 我們腦細胞裡面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心啦 童啦 夢啦 別的 以前我們還有用這個拱 紅藥水不要聽過 那就是拱 液體金屬 那是非常毒 現在我不知道 以前很多地下工廠在生產這個 這個殺菌劑 這個是偷偷摸摸的 違法的 現在大陸還很多人在這 用這個拱 它是很好的殺菌劑 當我們吃了很多這個 重金屬的時候 你的腦細胞裡面啊 那產裡有很多重金屬 造成未來 老人痴呆症的原因 這個是醫學上有在報導的 所以說 我們要覺醒 在座的各位不時遙有 有沒有這個 親戚朋友如果說有一塊地的話 跟他進來種 盡量少吃外面的 蔬菜水果 或是大家 合起來找一塊地 都可以 世界的人 當然就是說 越來越長壽 第一個衛生條件的改變 第二個 醫學的發達 並不是因為我們的食物進步 不是 健保每年的支付都是每 逐年增加 就是維持 大家的生命 沒有人說因為他生病 就生得很快樂的 當家裡有一個人生病的時候 全家都在煩惱 當我們生病的時候沒有人去思考 我為什麼會生病 其實自己的身體 自己的身體 要自己來保護 包括你的家人 你要灌輸他一個觀念 就是我吃的東西是不是出了問題 我住的環境非常的好 但是我吃的東西 三餐喔 三餐都要吃東西 你有沒有思考過 大家有沒有思考過 我吃的這個東西 除了沒有營養之外 還有什麼別的問題 他很新鮮阿 我從市場剛買回來的阿 我也是鋼煮的阿 沒有人知道說 這裡面含很多的農藥 很多化學的物質 那當然阿 我們大家很熱心很熱忱的就是說 來參與這個民政府 那我們為什麼要來做這個 來參與這個民政府 我們要抱著一個希望 我們要對這個 我們要對我們這塊土壤負責 我們要對我們的子孫負責 你今天做不到 你可以告訴你朋友 他有種田種地的人 有種水果的人 你跟他講 你要如何做 你種出來的東西 才可以給人家吃得很健康 今天我講的目的就是在這裡 裡面大家帶著一個責任 你只要親戚朋友 有種這個田的人 你要跟他講 你要灌出他的高觀念 整個台灣地區 才有這個 對未來我們生存的 對未來我們生存的 生存的這個 這一塊土壤才有幫助 我就花這個50分鐘的時間 就告訴大家 我們要健康 我們當人不健康的時候 他的思想 他的行為 他就是說 等等 就是說 對生活 自我的照顧能力就變差 為什麼很多生病的人 要人去照顧 因為他沒有自主能力 很多東西沒有自主能力 第一個你生病 你沒有辦法去說 自我 就是說 你 自我維持這個 就是說 很多人 當你在工作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工作 但是 又一個人 找一個人去照顧你的時候 就等於是兩個人沒有工作 所以我對這個 台灣的生產力 影響得非常大 為什麼我們要引進外勞 引進外勞 它很便宜 我們常常在街上 我常常有一個感觸 因為我在 很多國家我沒有看過 台灣一個獨特的現象 就是一個外勞 推著一個老人家 大街小巷 大街的繞來繞去 那些人就是什麼 大部分就是老人癡呆的 沒有自主能力的 行動遲緩的 有沒有人在研究 他為什麼要 叫一個外勞來推呢 美國一年啊 花掉台灣錢 差不多一兆三千萬 就是照顧老人癡呆症 包括醫療的支出 包括人力的這個 這個就是照顧 那台灣一年呢 一年差不多有 差不多增加一萬多人 這個老人癡呆症 一個老人癡呆症 一個外勞就好 一個月兩萬塊就好 要多少錢 台灣目前差不多有 十九萬到二十萬的 老人癡呆症 就表示 不要說外勞 那一半的外勞就好 現在目前就是說 大街小巷看得到 差不多有十萬個外勞 在推老人家 為什麼他要推 第一個外勞他為了賺錢嘛 當這個外勞支付薪水的時候 你老人癡呆症 你一個月領了多少 老人年紀 你可以支付這個老人嗎 是不是因為你的子女 你要用你的薪水 來支付這個外勞 這個是一個社會很大很大的一種 危機現象 好 這個外勞 當他的國家 像台灣這樣子繁榮發展的時候 30年 20年30年 對對對 他們國家已經繁榮了 以後誰來推我們 請問 以後誰來推我們 你沒有看過報紙 年初四的時候 在高雄一個義大這個 國務中心 有一個人他對他媽媽 不喝可樂 在那邊打他 前幾天又出報紙 他的媽媽跌倒了 輪椅說叫他自己去推 那就是一個老人癡呆症的現象 七十幾歲而已 七十幾歲而已 這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社會的一個禁止 沒有人願意去研究這個探討這個問題 老人癡呆症就找人來照顧 很簡單 醫生就開藥給你吃 吃得好嗎 沒有一個老人癡呆症會吃得好的 沒有一個老人癡呆症 因為醫生開了廚房 不用做輪椅 他有自主能力 因為他腦細胞裡面 要砍著重金屬 你一個人挖出來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德克薩斯說 19 1950年到2003年的時候 研究這個花椰菜 為什麼 蓋少了66% 現在你沒有 大家有沒有聽過 啊又動不動 啊又骨質疏鬆症 一跌倒 啪一聲 骨頭就斷掉了 醫生也得忙 你家裡的人也得忙 忙 沒有人去探討這個問題 當然醫生會建議 多吃什麼小衣肝 那吃素的人怎麼辦 吃素的人怎麼辦 現在美國 有一個營養食品公司 在做研究的時候 鈣的取得 一定要經過植物去吸收 你吃外面的鈣片 我不知道它的成分是什麼 因為 為什麼 這個鈣要經過植物吸收 才可以讓人體吸收呢 因為 植物的根酸 比胃酸還強一倍 所以當這個 這個植物種在土壤裡面的時候 這塊土壤如果說有鈣的話 它會經過根酸 然後吸收在植物體裡面 然後你吃這個植物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鈣 所以說很多 營養食品公司就是靠什麼 大白菜來萃起 大白菜來萃起 然後 我們吃了就可以直接吸收 當你吃這個鈣片 如果說用這個鈣 這個鈣礦去做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意義 吃了根本就沒有意義 因為你的胃酸沒有辦法去 去分解這個鈣 去分解這個鈣 很多人有錯誤的觀念 我吃什麼 要補什麼 吃什麼東西 其實最補的東西 都是天然的東西 所有食物裡面 有25000多種的維生素 只要這塊土壤健康的話 當這塊土壤不健康的話 維生素甚至不到一半 什麼叫維生素 我們講維他命好了 這個是日本的名詞 就維持你的生命 很簡單 就是維持你的生命 當這個土壤不健康的時候 我剛剛講過嘛 這個食物就不健康嘛 裡面吃的 就 欸 飽足感而已 10年 20年 之後 你不知道你身體會產生 什麼病變 沒有人知道 我先不要講這個腫瘤 當然跟食物也有關係 跟環境也有關係 腫瘤就是癌症嘛 那沒有人知道 我什麼時候有 不要 講得很恐怖就是這樣 不要說得到癌症啦 我們就是說 我們什麼時候有病痛 沒有人去抑制 但是你可以 做預防 只要吃對東西 吃對東西 你的免疫力就會增加 你身體該有營養 具備的時候 自然就會強壯 免疫系統提升的時候 很多病菌就沒有辦法侵蝕在你的身體裡面 做有機農業 你不只要了解一點點的營養 你要一點點的醫學嘗試 農業 就是 給人類 給很多動物 提供這個食物 很簡單嘛 農業不是大量的生產 來賣出很大的 很好的價格 用不擇手段的方式來生產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所以說很多台灣的農民非常可憐 什麼東西漲了 我就種什麼 不擇手段 為了是誰 消費者 有很多人沒有種田 也沒有種菜 你勢必要去市場 那個菜飯要賣多少錢 隨便他開價 當然大家都吃得起啦 問題 你當你買這個 蔬菜水果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思考 當然他有很 有一些營養存在 不能完全否定 這個東西就不能吃啊 那回去大家不敢吃東西 那怎麼辦 就是從現在開始 只有親戚朋友 自己有種菜的人 有種蔬菜水果 有種稻米的人 我們的觀念一定要去轉變 你現在不做 為了我們子孫 根本就沒有什麼希望 這塊土壤已經破壞了五六十年了 我們肚子用了化學肥料 很多工業的廢水 也跑進了農田 不可能有外太空飄來的食物嘛 所有的食物都 從土壤裡面出來的 珍惜這塊土壤是刻不容緩 所以說 當我講這個有機農業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範圍是太狹窄 要談就談整個 整個的農業 整個農業概況 給各位去了解 各位來這邊參考 就是變成一個種子 我剛剛講一個人可以影響兩個人 兩個人四個人嘛 大家來推這個理念 整個台 整個 整個 我們這塊土壤才有救 不只救我們這塊土壤 而救各位下一代 本身下一代 我們上一代 當我們還沒講這個課的時候 各位 不曉得有沒有這種概念 當然我本身 我已經做了有機 已經做了 十幾年了 86年做到現在 我很感慨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農民始終他不會去覺醒 東西取得方便就好 他沒有為 他沒有為這個土壤 去著想 沒有為這個消費者去著想 只要我種出來的東西 可以賣錢就好 只要我種了有機 有機的得 這個 這個 蔬菜水果 只要拿到認證就好 他沒有思考說 這個東西 拿到市場裡面 吃的對消費者有沒有幫助 沒有人去思考 台灣的 這個驗證機構 非常的悲哀 因為這個 也不能說悲哀 很多的肥料 來源 是因為 譬如說 豬糞 雞糞 牛糞 很多東西裡面 都很多的重金屬 殺菌劑 所以說 他不限制 這個 這個 肥料 這種 重金屬含量 如果說 以我們的若爺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說 拿去檢驗的話 重金屬不會通過 為什麼 他心蠻高的 當他心很高的時候 並不會影響這塊土壤 因為這個樹葉 樹枝都是從地裡面吸上來的東西 表示新高 就是表示 它的微量優質非常高 你們要做肥料很簡單 去公園 掃落葉 去學校 拿一些袋子去叫喜好 喜好學生去這個 這個 裝來的袋子上面 我回收落葉 我回收落葉 我在桃園縣做了 做了差不多九年 我收了三十幾個學校 我一年都可以收 差不多兩千多噸的落葉 我光靠一台發財車 兩個人 台灣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大家在炒股票 大家在炒房子 炒地皮 沒有人炒健康 很傻很傻 當你好 你的地買了很多了 你的房子也買很多了 三五年之後 你躺在床上 不要說老子吃在這呢 你炒這個土地有什麼用呢 你炒這個樓房 你住得到嗎 你只有一張躺 躺著啊 很悲哀 很傻 沒有人去炒健康 這個 這個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我炒地皮 我炒股票 表示我有錢 面子上 大家就知道 這好人 三五年都在民村上 這樣賣賣賣賣賣 比較好人也沒有 沒有 錢你也帶負責 是不是這樣 我剛剛講 我收了差不多 九年 我93年 到去年的9月 我才沒有去收落葉 因為我發揮了太多太多的時間 跟之前 我也在這個環保署 環保局在推 我認為現在的社會 就用奇特現象 沒有人去關心這個環境 沒有人去 講環保 講環保 又把落葉拿去燒 這個叫用能源去燒資源 當你焚化炉 要燒這個垃圾的時候 是不是要用這個 什麼油 我不知道 或是什麼瓦斯 我不知道 一噸的垃圾燒了 一噸的垃圾燒了最低的費用 就1780塊 民間去燒的話 2000多塊 一噸 一噸的落葉可以做 差不多 300公斤的肥料 可以種很大片的菜 花錢拿去燒 用能源燒資源產生空污 二元化炭 沒有人去關心這一塊土壤 今天有錢是老大 現在政府非常悲哀 沒有人去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要把這個 這個 這個 台灣建設的富力彈簧 其實 我們的土壤 已經出了很大很大的毛病 沒有人去關心 我們的 國人的健康 已經逐年逐年的就是惡化 沒有人去關心 我剛剛講過 勞保 的勞健保 逐年逐年的這個增加 原因在哪裡 因為我們 太多太多人有毛病 我超過三十年沒有看過醫生 我去年跌倒 去打一針而已 那不算生病 跌倒 這邊 這邊肩膀碰到地 我打一針 他開三天的藥 吃不到一天 我就靠復健 一直伸展這個手 我家裡有五個人 平均一年 看不到一隻醫生 我三十年 我的健保沒有用過 我打一針我靠自費 四百塊 要如何找到健康 今天不是 去市面上買一些營養食品 去買市面上買的有貼標籤的有機蔬菜 就可以得到健康 靠運動 醫生說你要多運動 所以說你要多運動 當你吃不健康的食物的時候 你怎麼運動都沒有用 可能稍微有一幫助 就是說 醫生說你運動 有些人說你運動之後排汗 就是排毒 對有這種現象 因為汗就是酸的 毒素可以排出來嗎 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你運動就是 你功能 不要不容易退化 當你吃 食物對健康的影響 至乎百分之八十以上 我剛剛講過 你有沒有去思考說 我今天吃這個東西 我能獲得多少營養 對我的身體有什麼幫助沒有 沒有人去想過 今天有東西吃就好 所以說現在很多國外的人 很多的營養學者 很多的營養專家 他會分析 你的病因在哪裡 你得了什麼病 要吃什麼東西 你得了什麼病 在哪裡痛就要吃什麼東西 那個叫做 治標不治病 治標就暫緩你的痛苦而已 真正要健康就是要吃完整的 我剛剛講過的那種 這個 這塊土壤種出來 就是說這塊土壤如果說 它的營養成分夠的話 種出來食物自然就營養 當這塊土壤 你不想吃氣健康 失衡的時候 很多元素沒有的時候 你說你會種出一個很好的東西來嗎 不可能是 我剛剛講的香蕉不香 香瓜只香不甜 沒有人去找這個原因 這個東西我都有實驗過 當我大量使用這個有機肥的時候 我種的香蕉非常的香 我種的香瓜不只甜又香 吃過的人沒有一個人說 比我的香瓜還好吃的 我今天不是在製大 是我真正找出原因 我真正找出的原因 把以前這個所謂的香蕉 把以前的香瓜 通通把它實驗 我種了菠菜兩顆就可以炒一盤 四個人吃不完 四個人吃不完 它不只營養 它活得很快樂 我的泥土裡面 我的泥土幾乎差不多30公分 都很鬆軟的 當這個土壤鬆軟的時候 植物就是活得非常快樂 因為它 第一個 保水 第二個 透氣 第三個 它是無憂無力的 好好的吸收營養 它自然長得很漂亮 所以經過實驗 有機 第一 照標準來講的話 土壤的這個有機質的含量 差不多要5% 5%你種出來蔬菜 比以前會好一點點 那我土壤多少呢 12% 不只縮短了這個種植的時間 不只縮短了種植的時間 而且產量又特別高 這個都要經過實驗的 這個人沒有人去教你 你自己要自覺 你要自己去找真相 你要自己去找真相 你才會得到健康 農業跟生命息息相關 沒有人呼吸就會長大的 沒有人不吃東西就長大的 沒有人喝水就會長大的 為什麼你三餐要吃東西 你不只吃了米飯 你要配很多菜 配魚配肉 吃水果 原因在哪裡 維持你的生命嘛 當這個東西沒有營養的時候 不要說白癡 對你身體負面的影響非常大 我剛剛講過 剛剛靠運動沒有辦法去得到健康 要靠這個 好的肥料 要靠乾淨的土壤 我剛剛有一個那個不曉得誰都跟我提過 這個很多人講說 你做有機你要休耕三年 休耕三年就可以得到微量元素嗎 微量元素它自己會跑回來嗎 因為你沒有在工作 不可能的事情嘛 外太空會飄來微量元素 把這個土壤復原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你休耕三年 休耕三十年都沒用 我剛剛講嘛 拿一些落葉來參進去喔 一年就好 一個月就好 你如果說這一塊土壤 你也沒有汙染過 你說休耕三年就可以種出 像我剛剛講的兩個菠菜 就逃一盤 不可能的事情 哪有那麼好東西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不要異想天蓋 也不要以而傳而 這錯誤的思想 我剛剛講的我土壤的有機質 100公斤的泥土裡面 有12公斤的有機質 我種出來泡菜就是這種樣子 台灣人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世界上很多人就是被很多事情 就是說一種假象 你蒙蔽了 你自己不去找真相的時候 你就是一輩子給人家 拉著鼻子去走 跟我們的民政府一樣 我們台灣這塊土壤 經過了西班牙人 佔領 經過荷蘭人的佔領 日本人的統治 今天來上課的研議在這裡 當你上這個課的時候 我們排開這個歷史過程 我們不難 我們要如何去走這個未來這個路 才是最重要 你沒有健康的身體 你有什麼希望呢 你有多大的抱負 你沒有這個健康的身體 你再大的抱負沒有用啊 對不對 民政政府成立不是成立一個理想國 是要如何去改造這個社會 讓大家生活得更安定 更快樂更健康 不是在這塊土壤 起得了多少資源 我剛剛講的就是 草樓草地皮的人 不是這樣做 苦的人很苦 生活 現在的人壓力非常的大 現在的快樂指數是越來越低 面臨的就是說 這個資源的越來越少 我現在講到資源 台灣幾乎是沒有什麼資源 台灣就是一個 豐富的水源 水資源 豐富的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 這個環境 非常適合種植很多的作物 地理環境非常好 台灣唯一的資源就沒有 就煤礦嘛 很多煤礦現在沒有 台灣沒有在挖煤礦 台灣最豐富的資源是什麼 森林 水資源 水資源 很少數國家像台灣這樣子 每一個人 用水量 好像是我們台灣好像排在前幾名 沒有人去知道 台灣要改造一個很好的東西 第一就是說 很好的土壤 很好的就是生活環境來講 靠大家的自覺 中央山脈一年就是流失到 這個土壤 這個肥沃的樹枝樹葉 因為現在河山改道 加南平野沒有什麼氾濫了 所以說 濁水米也消失了 西螺西瓜也消失了 現在有三星蔥 現在三星蔥也漸漸落寞 三星蔥 雪山山脈 這個太平山沖下來 肥沃的土壤才造成這個三星蔥 沒有人去思考說 我們為什麼吃這些名產的時候 它是什麼原因產出來 是品種好還是他們的技術好 絕對不是 現在技術比20年30年還好 為什麼沒有辦法種出這種東西 沒有人去思考 很多那個專家學者 一直在想 為什麼現在有機蔬菜跟 跟一般的蔬菜的營養價值沒有什麼差別 我剛剛講就是 史丹佛大學在研究這個 這個很多國家 不是在美國而已 1998年的時候 到2002年的時候 他發表一篇文章就是說 他 跑了十幾個國家 去做 只要他們有種植這個有機的 他們就是把這個 這個所有的蔬菜水果拿來研究 還有一般的蔬菜水果拿來研究 因為 營養價值差不多 只是說 這個有機的農藥含量會比較少 因為在國外 做有機它可以允許少量的用農藥 在台灣幾乎不行 因為畢竟台灣的面積非常的狹小 人口非常的稠密 當然不允許你用這個東西 所以說我們的有機素材是不能驗出農藥的 那他做了研究之後呢 他就發現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些東西沒有營養價值呢 因為我們的土壤 已經失衡了太久太久沒有補充 這個該有的元素 該有的元素從哪裡來 你不能說我今天切了鎂 我去買個鎂礦 我今天推了什麼礦 我去買一個礦 不是這樣做 大自然自然配好好的 這個隨便一棵樹 它可以吸上百種的營養 你知道嗎 沒有人去了解 只要一棵樹不要吸很多啦 吸十種營養就好 你只要找 20種樹 中藥是從哪裡來的 中藥就是靠很多的藥材裡面 它不吸收不同的微量元素 然後可以給你治病 沒有人知道說這個中藥 沒有人去想說這個中藥 為什麼我吃了這個中藥的時候 身體會漸漸的好 沒有人想過 我上上兩個禮拜 我剛剛那個是第幾期的 我說 不是喔 我聽聽那一半 我說 美國人很好奇 中國的牛腫 牛腫是解毒產嗎 我不知道 他說奇怪 牛那個胃裡面那個結石可以做藥 太辣了 結果他帶回去這個 那個實驗室去分析的時候 裡面含有36種微量元素 只有大陸一個地區 養的牛才有那種牛腫 老祖宗他的智慧 神龍藏百草 這是不是沒有道理的 很多東西就藏出來的 包括我現在中藥菜也是藏出來的 然後我可以做到這種 這種現象 就是要藏出來 我剛剛齁 現在最後齁 差不多時間到了齁 我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珍惜這塊土產 珍惜這塊土產 你才可以得到健康 珍惜這塊土產 你才有希望 包括各位的身體 包括我們民政府 你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人民政府 就是這麼好的一個 就是說 可以得到這麼豐富的知識的地方 可以讓你了解很多東西的地方 可以發揮你長才的地方 我想各位在座 很多人 也有很多的長才 改天有機會的話 你不要另一 跟各位分享 不要另一跟各位分享 我們的方向要朝正面的 當你有健康的思想 才有 很好 就是說你的思想才會健康 你身體健康 你思想就會健康 當你生病 你病痛的時候 你就是思想就會亂掉 強國 要先強總 強總要先強身 知道嗎 民政府 未來會變成一個國家 大家 大家 不要說 到時候 每一個人就是說 帶著一個 病痛的那個 這個身體 或怎麼樣 身體有一種 我很希望就是說 大家都 可以健健康康 快快樂的活 等著我們的消息 民政府 給大家希望 給大家一個希望 一個期待 好 時間到了 好好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請起立 走勒 休息10分鐘 走勒還是走 ielle 加油 運動